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8月下跌265点 9月下跌256点 总成交有48000多瓶 看满约港股的最新造价 藤上跌11个月 恒生中国企业跌1.74美团跌10.8 中芯国债液市升1元 营赋基金跌3元 阿里巴巴跌8.5 比亚迪股份升4.4 友邦升2.05 约明森物跌3.7 吉利汽车跌5.5 升5.5 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控升1号 右邦升2.05 约中移动跌3号 港交所跌9.2 煤气升8约 文房局公布一手潜在供应 升到超过三年的高位 虽然以落成货尾 维持在12000伙 但未出售楼花增加1000伙 加上二批地项目增至27000伙 刺激本港未来三到四年 整体私人住宅潜在供应 升到96000伙 按贵多3000伙 市供量方面 上季有4300伙 按贵增加九成半 但按年就跌四成 落成量按贵增加近两倍至到6700伙 按年跌近一成二 累计头六个月 落成量有9000伙 完成全年目标大约四成九 中国恒大股价早段曾经跌超过一成 创四年半的低位 在上海挂牌的《狼方发展公布》 由于湖北省孝錦市法院 就高创投资和恒大地产案件发出的民事裁定书生效 所以恒大持有的《狼方发展两成股份》 被冻结三年去到2024年中 按公司星期四收市价推算 股份市值大约三亿五千万元人民币 恒大又涉及一宗民事诉讼 怀北矿业入品 要求恒大子公司支付所欠的工程款项连同违约金 合共大约四亿人民币 已经获法院受理 一间木业公司也声称 恒大未偿还200万元人民币的票据 人民币中间价创一个月的高位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最新报6.4602对1美元 较上个交易日升340点指 厌货人民币方面 在案价和离案价早段在6.46水平徘徘徊 另外人民银行连续两日进行30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日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正投放200亿元人民币 全星期计算 正投放金额有400亿元人民币 规模是五个星期以来最大 落响互动发行起 预计上半年的顺利案年升不少过五成 推算最少赚大约一亿 扣除汇对损失 顺利更加升不少过八成 推算赚超过一亿二千万 主意为受惠于短片新媒体平台商业化的进程快速 支持电商营销业务快速增长 公司又计划在公布中期业绩之后 回购最多一成股份 看内地股市最新表现 四大主要指数是个别发展 财经消息到这里 来到二栋追击的环节 这一节我们谈谈华润电力有836 看今天走势是怎样 本身是大约2% 开播在11.92元的位置 随即升回 即是一开已经见到暂时早段的最低位 其后去到大概接近9.9的时候 更加上到两年多的高位 暂时做过高位 图中黄色字12.8元 当时的升幅在大约7% 现在稍微回顺 都近距近4% 今天是12.68元 就算近期市况比较波动 插了下来 但润电也比较硬正 连同今天连续升至第四天 究竟我们怎样判断前景 有什么因素带动它这么大的升幅 我们请教嘉宾 我们继续有Daniel在这里 Daniel早上 早上 当然华润电力就是电力的 一份子 我们看到A股电力储能概念 今天都做得不错 我们看到一些消息 是否意味着电费有加 我们暂时换一换 看看新闻 法国威昨天看到3点多的时候 都正式宣布了 完善分时电价 建立尖锋电价机制 鼓励用户在低谷用电 是否意味着很多人用的时间 就不要用太多了 怎样令人疏通 在没有太多人用电的时候 去用电呢 在飞时暂时有个上浮机制 不低过两成 所以市场有点意味炒作 是否变相有得加电费 但同时法国威都派一个定心员 他说对于居民用电的价格 亦都是比较小一些 这个要你解话 第二就是公司层面那里 我们看到独立非执董 多番是增持 不过就涉及股材不多 40万股左右 资金那里都是400多万 最后当然要数到的因素 就是太阳交易市场 已经是由月中开始 就正式启动 这个他会不会受惠呢 你觉得哪方面的原因大一些 首先说政策 这个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正面的帮助 因为都是觉得那个电价 某些时段 就是那个用电高峰时段 会是加价的 这个在价格方面当然是有利的 我想那个政策的意义 因为现在是下季用电高峰期 也都出现很多的拉杂限电的情况 所以就希望透过那个价格调节 令到高峰时段是少些人用电 希望它的需求疏到一些用电的低谷期 是那个政策的意义 对于这些火电股来说 就是在高峰时段的电价高了 但是当然那个用量 就某程度都会减少的 所以对那个盈利的帮助 就不算很大 我相信整体都是几个因素 综合了 你提到的 例如说这些管理层 或者是执董是增持的 或者是加上旗下他们 在风电方面的发电量 其实电备都不小 近期呢 至今炒作一些政策支持的行业 包括那些风电股 令到他们相对是跑出了 就是样样都有些 最后就说到关清潔能源事 究竟大方向 我们经常说炭中和 潮向一个环保的概念走 华阳电力有几大程度受惠这个概念呢 我们看回年报那里 究竟它的清潔能源的占比是怎样 至到去年年底 它以装机容量的占比去计算 火电仍然是比较大一些 去到7成4 风电、水电以及光复那里 我们经常说干净的能源 去到Icon就2成6 看到现在风电、水电那些 都是比较小一点 接下来有些什么搞作 它说今年的资本开支 总数有三百亿 而当中有七成七的占比 就打算放在 发挥这个风电、光复的电站的建设 至于本身它的主业那里 火电那里用得一成半 那是不是说 装机容量在清潔能源那里 还有一步扩大的空间呢 环保概念对它来说 那个利好有几大 这方面我认为资本投放 都很合理 集中多一些在一些 可载新能源、洁净能源方面 火电这边始终又不是国策支持 都是一些污染的行业 所以就不会说特别多的 新的发展 可能都是维持原本的装机容量 加大一些新能源方面的投放 这个盈利增长前景 相信就会多一些的动力 以及在这个估值方面 其实都有机会提升 始终如果很集中做火电 都不是国策支持的话 对这个估值 始终就不是那么有利 如果看那个严慕上发展 正如你所说 光伏、水电 现在的发电量佔比 都是很小 加上应该都是 可能1-2% 反而封电方面 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 对盈利贡献应该是比较大 看回今年上半年 封电发电量的增长 都是比较高 有成五成 远远跑赢火电的17% 岸年的升幅 究竟这个高增长 我们继续能否持续下去呢 我们在说碳中和 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 大行、券商那些看法是如何 瑞银说到 整个中国内地 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碳价预期升幅有十倍 他觉得润电是获益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电力公司都是说 哪一个碳足跡 即是碳排放那里 哪一个多些哪一个少些 如果是用少些那些 会否可以把碳积分 这样交易出去 就是这个概念 他说因为这个收入带动 可以令到润电盈利增长 有望有4%的增长空间 美银证券说到 虽然润电都是作为一个电力公司 但跟同行有少少不同 润电和中国电力 就因为近日 和你所说的 他增加了风电 和太阳能那一帆 所以都看好他 目标价前排已经升了 去到12.6% 平级就去到买入 问题就来了 我们大致都是觉得一致唱好的 但是累积升幅已经很大了 你又怎样评论这个走势 近期升得略嫌过急 似乎到了一些量度目标 因为如果看过股教徒 在3月份至7月中的一个横行区 升穿了 就是前两个星期 大概量度目标 都是接近13元 今天都很接近的 而且都是远远跑赢了其他的火电 比如说是华电国际 已经是大幅跑赢的话 虽然刚才提到 他是有些新能源的概念 但是始终现在大部分的发电池 都是一个火电 如果说已经大幅跑赢同业的话 可能会引来一些获利回吐压力 反过来 有个获利回吐 这个就拿着货的朋友 都可以担心一些 不过现在都有一点 抛来十天线向上走 没有货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去哪些水平 都值得吸纳吗 没有货的话 就可以等它们回调一下 如果看中期升势延续到的话 就可以参考上升轨 即6月中的低或熱力升轨 接近11.5至11元的区间 就是比较接近上个星期中 短期横行的水平 所以回吐一下才吸纳会好些 估值上就不贵 只不过略嫌短期升得很急 是超买 下回一些 越中以来就累积升幅很大 11元至11.5元的位置 都值得考虑 暂时来说 升幅去到埃顿4% 正在12.66元的位置 谢谢Daniel和我们分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试试看美国那边出了美元第一个月低位 看到看到 全星期累计要跌1% 表现可能是两个月以来最差 美国第二季的经济复苏 虽然加快 但仍然是差过市场预期 至于美元弱 欧洲的货币就相对强势 欧元和英镑最少升四日 都在一个月的高位左右 留意欧元区下午就会公布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数据 美国部分的经济数据是较市场预期较弱一点 美汇指数四年跌 跌穿92水平 见一个月的低位 最新都是92楼下 91.94 美汇弱 资金进一步流入黄金 然货金曾经升至两个星期以来最高 升穿过1830美金这个位置 最新都是逼近高位 现在是1829 美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是加快的 而且超越了疫情前的水平 关于生产总值 上升到6.5% 较第一季升幅是高0.2个百分点 留意着 但其实是低过市场预期 联储局的通胀指标 核心个人消费开支物价 上季是升6.1% 升幅是1983年第三季以来最高 高过市场预期的5.9% 我们这节会市 请来嘉宾有陈欣和我们聊聊天 Chase早晨 Hello 早晨 联储局提到 接下来都要等到劳工市场进一步改善 才会开始减轻货币政策的力度 美汇暂时是否预计都要继续偏弱 的而且确美汇指数可能真的可以 稍后的时间都可能缺少少少少 因为始终今次首先 美联储之前的议息 都是挺偏向于架派的 而对于之后收水的进度 或者减少买债规模 这些情况 或者指引又不是那么足够 所以偏向于架派的情况之下 已经对美元不是那么有利 再加上 出一出的数据 虽然都是挺好 好过前值的 好似GDP 好过前值 但第二季度的数据 真的跟预期来说 可以说是大幅顺于预期 而另外一方面 就业方面 新生领救制金的人数 虽然又是比前值好 但亦都是顺于预期 这些情况 其实对于市场上 对于美国复苏 或者经济复苏的进度来说 其实觉得不是那么满足 或者是认为 其实复苏的进度 可能反而是开始 又去到 去见了顶 开始放缓的迹象 所以亦都对于美国那边 整个整体的经济来说 这方面的信心不足 虽然消费支出真的做得很好 但很可能是因为之前 其实财政上的刺激计划 1400元 这个现金支票 这些情况来支持消费 代表什么呢 其实美联储很可能 因为刚才这些数据 没有足够支持 它可以真的这么快去收紧货币政策 所以要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另外财政上也有可能 之后都会继续有些 即拜登也有个基建的 这些财政上也有个支持 这些财政上面 货币政策上面 都是有个支持的情况之下 可能美元也很难 你说真的走得很强 较早前 其实93.5 这些位置都是阻力很大 现在来说 这个弱势有机会再向下 其实是91.5 短线的支持 都近的了 看看这个是否支持到 如果这个91.5都支持不到 91.5就很难防守到 不排除试一试90.5这些位置 Trace似乎觉得美汇 都可能有机会落到90.5 91这个位置 看看是否守得住 至于看着美汇弱的情况下 加上市场也有些避险情绪 金价接下来有没有 突破1850美元这个关口位 首先接着来 我们真的要留意 到底美元的走势 是否真的可以这样弱 如果真的去到90那些位置 其实不排除金价 会突破1850 这些比较关键的位置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个环球疫情来说 变种病毒的反弹是很厉害的 刚才说美国 其实美国那边就是 最近变种病毒 基本上新增确诊人数 是不断地有創 其实近这几个月的新高 所以这些情况 都是令到整个避险情绪有升温 之前避险情绪的升温 之前是拍了美元 现在美国那边自己都自身难保 那些钱又去到传统的避险的工具 例如黄金 所以现在来说 疫情又厉害 美元又比较弱 美联储也继续 至少都继续保持宽松的态度 这些情况 都是有利于黄金继续升的 尤其是如果你看回世界黄金协会 第二季度的报告 也是很多因素 例如对于ETF持仓量 另外黄金的投资需求 央行也有再增持黄金 这些情况 都是对黄金 有一个比较好的基本面支持 所以相信如果黄金的话 这一浪可以站得稳 是1795以上 1898到1898左右 要站得稳的话 不排除有机会挑一挑战 1840至1850 好 其实看着这段时间这么好 欧洲货币其实都普遍向好 欧元就连升五日 曾经是逼近1.19这个水平 创作一个月的高位 最新1.1878 今天下午 欧元区也会公布第二季的 经济增长数据 市场就普遍预期受到 基数低影响 按年增长也应该有近1.7 甚至去到这个位置 当中欧元区和德国 可以扭转第一季收缩的情况 欧元区和法国也会公布 7月通胀的初值 英国近期的疫情 就看到有少少缓和 支持着英镑就连升四日 曾经迫近1.4 创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最新1.395 Tracer想问一下你 欧元承着美元弱势 做好些 市场就对于第二季的经济数据 都是很乐观的 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 推高欧元上去呢 如果你说短视来说 的确是美元弱 对于欧元来说 当然是很大的动力 另外欧洲那边 整体来说 如果经济复苏对比美元 美国那边当然没有那么好 美国其实是比它好 不过它的坏消息似乎 又差不多消化了 所以现在可能看好些 尤其是经济数据 刚才也说 基数低有机会做好些 不过留意 虽然欧元短视真的有机会弹 有1.19甚至再高些 这些都是有机会 不过我相信 例如1.2的关口 不是那么容易突破 因为始终美联储 就维持这个 即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至少是假拍的口风 其实欧洲央岸都一样是这样的 之前的PPP 又要再延长去明年 至少去到三月等等 其实都是因为经济来说 复苏的进度 其实都不像预期那样好的 或者至少不符合 它希望可以达到的预期 所以这些情况 有机会因为它的宽松 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有当然要观望的数据 相信其实欧元 会比现在 继续有机会再反弹的空间 但未必会很大 大家留意1.2这个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突破到 好我们转看人民币 今天中间价都厉害了 创一个月高位 最新报在6.4602-1美元 较上过交易日升了340点 再按人民币 连日反弹后 早段继续在6.45水平 人性依旧将会在合理区间 维持双向波动 内文有引述数据 全球大约有三成的央行 计划在今后一两年增持人民币 作为储备资产 另外留意人民银行 连续两日进行300亿元人民币 亦回购操作 单日再次淨投放200亿元人民币 整个星期来计算淨投放400亿元人民币 是五个星期以来最多的 Tracer 人行这两天都向市场 淨投放200亿元人民币 你觉得是应付月美资金需求 还是有托市成份 不过中金就说 不会期望货币的供应会宽松 你觉得哪个说法会好些 其实现在来说 人行都是做出一些 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刺激措施 这些都是主要是 其实中国不单止是美国的 復甦的经济復甦有机会见顶 其实中国那边 你见最近的数据 都不是真的做得那么满意 所以这些情况 如果想保持中国经济復甦的进度 其实都需要一些刺激的措施 去继续维持 尤其是看到它的消费 暂时来说它的復甦 都不是真的那么好 所以都要继续保持住 另外一方面 整体来说 人民币的话 其实可以说 都有机会继续保持强势 首先它的经济都是不错 另外的话 如果你说短线的话 可能都真的 结贿其实是有这方面的需求 令人民币支持得比较好的 当然刚才都说了 有很多人民币的认受性都越来越高 央行都继续想去增持人民币 这些情况 其实都对人民币来说 有个比较好的支持 央行政策 一直都这样说 基本上是维持相向波幅波动 继续穩益货币政策等等 所以相信人民币比较强 但是看来都是6.35到6.55这个位置的波幅 好 谢谢你Chase 会视焦点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回来节目时间 身边有Kitty、陈培文在这里 看着港股临近中修市表现的Kitty你好 不过看到市场过去半个小时又跌多了 又走的样子 突然之间的跌幅又差不多500点 这一秒正在探日内低位 跟大家讲讲 首先讲过今天才是低海272点 其后十级以下 上日弹得好的科技股、教育股 通通也有回套 最新成交都去到885亿 跌至486点 跟大家看看市场半日的焦点 这股都是低海低走 不过跌幅就不算太大 港股科技股再有回涂 高盛就下调了离岸中资股的展望 但看好A股市场 农业农村部都有个公布 他就说 寒冷灾情未对糧食诸价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 其实个别板法做得很好 A股的电池、车、软件股都做得好 芯片股都做得不错 但那些重磅股份就很明显有沽压 看看北水最新的情况 北水一年很多交易日都有剩下流走 互股通今日流出6千多万 深互股通流出亿多 合计流出差不多2亿 看看A股中午收市指数方面情况 上证跌18点、深证跌70点 菜市场指数是未跌的 跌11点、护心300,跌47点 Kathy和我们看看港股 会不会和结算日有些关系 又无端端跌500点 本身以为市场气氛应该安抚了 缓和了 但沽压又再出回来 你怎样解读呢 今天因为在场外方面的结算 又到weekend之前 市场方面都是有一个不灵朗讯息之后 变成了投资者这段时间都是审慎一点 变成了稍微弹一弹 力度始终欠缺了 变成了都没办法了 暂时说都需要时间去整固 若然是不想坐货周末的气氛的话 是不是担心下午的沽压又很大 又变成好像之前几天这么波动呢 都不排除有可能性 因为担心欧洲基金那边醒醒之后 又会不会有些动作做呢 但我觉得暂时说最担心的 都是美股方面的表现 因为始终美股也是一个高台 暂时看不到公布业绩 业绩出来了 昨天Amazon方面也都在场外收市之后 都跌得比较多一点 究竟今天又会有什么表现呢 都令到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比较审慎一点 尤其是美股如果稍微轻轻调整 都令到港股方面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自己是担心这方面多一点 见到国内方面就叫做稳定 不是太大变化 但始终香港都是中间的漩涡 变成都很受外违因做影响 最新跌幅了 刚才跌过505点 探过日内低位 显示25,800水平 另外也要留意 我们这么多条平均线10天 250天 其实通通都未收复 我们都看看个别的板块 教育股 又想回来 思考教育要跌两成 新东方跌1成1 新东方在线跌1成1 新东方跌8% 天下教育却月教育 都跌回来 问Kitty 早前彭博引述的消息 说中正监见下投行的高层 就解话说 政策对教育行业有针对性 就说不会相及其他行业 不过 解完话市场气氛是缓和 不代表教育股的监管政策 会撤走 之前已经下了指导意见 接下来全面规管整个行业板块 但万一入了场闹货 那些投资者 现在怎么算好 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始终这些政策 只不过解话 不是代表它不质行 对不对 所以始终如果你说 那些估值比较偏高的 都是要审慎一点 我觉得就算是短线投机性的话 都知道自己赚指示位在哪个位置 如果你说 现在看到投行方面 会不会其实整体的气氛 会有所改善 但你看到了 昨天升一升 今天又跌回来 始终市场上 信心都是比较偏弱一点 教育板块 究竟会需要调整多久 或者未来的政策方面 因为现在都提及了 但执行有多久时间 何时开始等等 变成一个不明朗 都要小心一点 好 留意教育股 看着急射的情况 下午会不会持续 另外看看个别焦点板块 其实A股 刚才也有提到 今天个别板块做得不错 逐个谈谈 软件A股 其实通通都可以炒 因为隔晚 华为公布了P50 旗舰机登场 虽然不搭载5G 但首批鸿蒙系统 就装上了 自己高管有预计 今年年底 预计2亿华为用户 会升级到IOS系统 提到软件A股 九联科技可以升停 任何软件都升停 顶截软件升1.3 H股这一边 最直接升为 是华为概念 不兼夹 鸿蒙系统受惠股 其实就得到中原国际 不过最近 都叫做高位回调之后 走势就慢了一点 Kity觉得 这个推动作用 未来还会不会继续显然 我觉得会有帮助的 但是香港这边的股价 你会不会觉得 很大幅上扬去反应 我觉得就不会了 始终现在都是推出来 变成了市场上都要消化 但是始终中美的关系 令到软件股 或者新经济那些 相关的本分 都始终是受到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 长线策略比较适合一点 都是软件方面 我觉得未来是有机会 慢慢是 会抢占市场的战友等等 都会有机会再做好一点 好 留意 特别是354 现在算不算是一个 入场的时机 回调过后 有没有力再探顶呢 我觉得近期来说 因为受到整体的气氛 曾经是失手过12.5 但是很快又回复了 现在这个水平 我觉得是一个中间位置 如果有机会再低一点 比较适合一点 直播机会好一点 高位大约到15.3 我觉得未来是有机会会突破的 但是你又没有期望 下个星期会立即突破 但是我觉得长线是会突破的 那个位置 好了 市虽然现在有少少走脆样 不过是354 暂时表现抗跌 最新升到6线 我们看银银股 今天AH股的银银股都升得不错 A股银银股要留意一个数据 上半年重点降企 行业有个数据公布 收入按年升到五成一 麦西宁特钢升9% 其余安钢、马钢、重庆钢银股 A股都做得不错 升到3%到8% H股这边最新的表现 H股银银股 留意了三只 马钢、安钢和重庆钢银股 分别升2%到6% 周期股年头炒过一阵 然后也有炒过一阵 现在是重新出发 就是等各个的中期业绩 部分都发了营起 等中期业绩和第三季 说不定可以延续增长 是的 你说得对 我都觉得暂时来说 是等中期业绩和第三季的业绩 都应该有好的表现 暂时来说 看到那三只钢铁股 其实之前都曾经是回软过的 但是看到回软幅度之后 都不是很肯落得太深 现在这几天又开始炒一些业绩的因素 又招上来 但是譬如好像以安钢那样说 那上落波幅就大概4.6至5.5之间的水平 那会不会后市有机会突破到5.5 再推高一点 要看回市场的资金气氛 但是如果看到现在市场的气氛 那个情况 都是偏重一些资源股方面 我觉得是有机会 好 留意钢铁股 最新都有些追捧 有没有说哪一只钢铁股 比较是深水的 如果现在较直博的 业绩来说 每一只都做得不错的了 部分发了营起 都预期有个不错的表现 怎样选择呢 但是真的比较难选择 因为如果市场上喜欢的 一定是零头样的就是安钢 那个幅度比较大一点 但是其他两只 比如那个重钢或者马亚钢方面 都是有追落后的机会 如果个次序排列来说 我觉得市场上很喜欢是安钢 跟着就马亚钢 最后才是重钢的 好 留意着业绩公布之后 管理层怎样对 之后那个行业前景 有个怎样的展望 我们看看汽车股 汽车股今天都AH股齐升 看一看 A股的长盛汽车升到8% 长安汽车升6% 比较迪都不错 升3% 港汽升4% 我们看看汽车股的H股 最近波动市的避风港 可以称之为 长盛汽车今天再破顶 升半城 现价做37元 吉利都做得不错 吉利比较迪暂时表现都靠稳 问一下Kitty 车股先说一下行业整体 是否指冲政策利好 现在就好像有个金钟罩狐身 市无论有多波动都好 一些不利的气氛 侵集不到这个板块呢 应该这么说 是最主要有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下半年 通常来说 都是有多些新型号 推出 变成集团方面 都会比较积极去推销新型号车 希望可以吸引到多些的买家 希望可以带回销程方面 以及政策方面 新能汽车始终都是未来的焦点 以及近期你看到 其实不单止中国 或者西方国家 都有很多的水浸 很多车方面 都见到受损害之后 市场上会觉得 已经疫情过后 都会有一些推出来 令到刺激汽车销售的情况 这些因素 令到近期来说的车股 都比较硬朗一点 好 现在市场资金明显中以长城 在市况之下都还涨到半成 看不看好长城 还是市场的升幅 价钱反映了很多 你的好因素 我觉得长城近期来说 都升得比较高一点 反而资金可能会落后一些 的吉利 因为始终下半年 都有多些的新型号出来 或者比亚迪等等 都会有机会 好了 看新片股 看到今天AH股都是齐升 A股华润媒 杨潔科技等的厂商 第四季再次提高报价 据报应非零那些加价 已经去到一成半到三成 我们现在热炒九八日 轮到它有突破 芯片股来说 未来就会公布一份业绩 但怕不怕 未来业绩就没什么看头 现在都是炒第三 第四季更长一点的因素 我觉得炒未来多一点 近期来说 一路其实都讲 芯片都是比较严重缺乏 变成市场上都觉得 未来方面仍然有增长空间 如果一提升生产线之后 令到价格方面都会有所 就是销情方面都有所帮助等等 所以近期来说 看到一些资金都不断流入去一些芯片股 尤其是981等等 所以动力是比较强些 好 留意981 今天都升了3.7% 都有向上突破 华红半导体都追上 不过ASM太便宜 就要跌一跌 最新跌超过2% 这节先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再看看其他焦点板块 一下 Bo dropped 点火 进入 0 1 6 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有份拖低大市 恒生中國企業跌2.9% 中心國際有追捧 漲漲3% 盈富基金公布更改部分規則 未來美國人不可投資 最新的盈富基金要跌超過2% 6至10位 比亞迪股份升到1% 阿里巴巴跌多了半成 駕駛汽車升到1% 若明收物股額都加大 最新跌半成 有幫保險升超過1% 看藍籌股的情況 兩隻藍籌金融股反而挺得住 匯豐控股升到5% 有幫做好 中環媒氣升6% 中移動港交所向下 港交所跌幅都有2.6% 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投資意難 楊先生說3.3買了國際家居零售 即是經營日本城 估值是否合理 有沒有增長潛力 看到國際家居零售 今天都要跟市跌 不過業績Kitty收不收火 全年多賺有6.9% 末期加特別息都有15.2% 即是維持較高的息率 你喜不喜歡這隻股份 其實看到去年疫情之後 都很多人在清潔方面 打理等等那些用品 都去得很好的 暫時來說業績方面 都算是符合市場預期 還有就是有個特別息方面 令到周息率方面 都是比較合理 6.8%左右 但是如果你說股價方面 近期來說 都叫做曾經是試過去 拉高到高位的位置 接著就回落回的 我想最主要市場上 就覺得 始終去到現在這個水平 去到這樣的位置 這樣的股值的話 覺得都應該是 有機會先到頂著的 所以也都回調了 如果你說問我 未來日子裡面 會不會繼續還有空間回落 多一點我覺得是有機會 因為看到現在市場上的資金 是要一些比較有爆炸性的消息 或者是那個增長才有機會 如果你是穩定的 又不是太吸引 就是可以看到那個時間表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今天又跌了3% 未來股價方面 要留意那個 就是那個 支持區域大概是2.6% 2.7% 左右的位置 可不可以拿回去 當作是收息股 慢慢賺價 還是要小心一點 可能要做止蝕 我想最暫時說 如果你看它業務發展 都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市場上 同時提供要一些高增長 你穩定增長 看時間表 是中期業績 就是全年業績 才去買貨 所以要留意那個 2.6% 2.7% 的位置 我們看看 異動股Prada Prada公佈了 上半年有的樓規 多間大行條 目標價 股價都有一個異動 看看大行怎麼說 瑞銀將目標升到64元 看好恢復增長的主題鞏固 7月銷售較上半年 增長更快了 大摩都將目標升到58元 說管理層對業務的營利能力 對大家樂觀 但補充市場對奢侈品股的預期已經很高 只是比一個同大市同鋪的評級 Prada扭規賺9700多萬歐元 看到股價一標 最多的時候差不多都有兩成 最相維持到1.3%的升幅 怎麼看呢 普拉達 也是炒了一個復甦概念 和環球經濟復甦 Kitty覺得奢侈品股前景如何呢 我覺得今天已經反映了業績 你問我全球復甦的話 現在很多國家都嘗試去開關 人流方面都還是受到限制的 如果你說會不會是線上 或者其他中國市場等等 你看到始終市場上 如果你看品牌的 或者各朝牌的會不會穩固一點呢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來就升了13% 我覺得最主要是反映業績的因素 未來方面的話 它的動力我相信要看回全球的經濟 或者是歐美國家方面的復關能力 暫時說我覺得都是 去到這個位置我有保留 好 我們關注一下大市最新情況 因為我們在談的時候 沒有指跌 反而跌多了 現在恆指跌幅 都捱近到去有600點 跌著584點 現在就探望暫時日內的低位 Kitty 其實如果反彈的時候追了貨 你覺得市況回穩的投資者 現在怎樣部署好呢 今天我自己覺得 你看到昨天這兩天 或者昨天這兩天 港股都升了比較多一點 其實回補之前的跌幅 今天一邊跟你聊天 一邊跌 其實我想市場上可能覺得 它會不會試回25,500個關口位 就是回補那個裂口位 如果回補那個裂口位 當然整體的形勢都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都是小心一點 會不會有機會 未來再去跌穿之前的低位 24,700點為市 我暫時說是有保留 但是如果試回25,500個關口 我覺得今天存在 好 看到恆指非常波動 跌幅矮近一度有600點 我們再聽聽家庭觀眾陳小姐 陳小姐 哈囉 哈囉 陳小姐 你好 陳小姐 你好 我想問什麼 我想問網易 陳小姐 陳小姐 有課起手嗎 陳小姐 有課起手嗎 陳小姐 有課起手 幾錢買的 一百卡納幾塊買 一百卡納幾塊買 一百卡納幾塊買了 好 一百七十幾塊買了網易 又不算是摸了真正的頂部位置 但就是這兩級跌之前 網易主力都是做遊戲 接下來都有業績會公佈 Kitty 覺得網易應該怎樣做部署 用不需要斬出去 還是沒有跌得那麼傷的呢 比起其他平台股份 大家一起都是那麼傷的 當然如果你的幅度 就稍為好一點點 因為它之前不是說真的升得很多 無論怎樣都好 我覺得呢 今天呢 就現在做的是一五二那些位置 未來呢 要留意它一四百那些位置 可不可以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 可能有機會又試低一點點的水平 如果你說一五幾一七幾那些位置買的話 就要看業績那方面 但總之都 新經濟那些都不要憧憬太多 我自己覺得 暫時來說這幾個月 有反彈的話 我想市場上都傾向減會多一點 好 那我們回答美團 黃先生說二百八十元買了美團 上網多少 可不可以溝貨呢 美團現在呢 今天的股額都重的 最新做二百零八個六 二百元又再 藝藝符的 現時適不適合做一個溝貨的部署 我覺得新經濟那一集 如果你說做溝貨 都是比較顯耀少少 如果你說二百八十元買了的話 暫時說要捱一捱價才沒有辦法 那這幾天都已經曾經是 失手過二百元的水平 看看今天可不可以搜到這些位置 不要再深一點 如果再深一點的話 已經速度去試二百元的關係 走勢來說就比較險要一些 無論怎樣都好 暫時說美團 或者是騰訊阿里巴巴 都是在監管的重要的邊緣位置 就算未來反彈 但會去二百零 短時間看不到 好 我們再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再回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有位邱小姐說 48元買了海底撈 應該怎樣處理 海底撈今天都是 但是股額又再湧現的股份 再跌8% 其實已經去到二至頭了 看到五十二周低了 去回差不多 19年那些位置 Kitty 怎麼看海底撈 反彈的時候 餐飲股 短暫也有得升 但是這些是否真的 就是少少反彈 但是其實 沽盤也是非常大的 是啊 沒錯 看到連續幾個月 都是不讓它回頭 慢慢不停踩下去 你看到的力度都很大 就算到今時今日這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還是大成交 我自己覺得 那麼小心一點 如果你說今天已經創過 是五十二周的低位 二十八元的水平 如果你說四十八元買的話 是 落定指示位 我真的覺得 是放在二十五、二十六元的位置 都算了 程遠換馬 去換其他一些 都會有那個 因為你問題不知道要守多久 就算你說炒冬天那個 旺季 我自己覺得 只不過去回大概是 三十八元 三十五元 三十八元的位置 小心一點 再穿底 就真的要斬了 好 我們回答一下 珍小姐問題 珍小姐說 三十六個半買了福萊特玻璃 六百六五 可不可以回家鄉呢 其實光復來說 今天做得不錯 三十六個半 又不同 是跟現價 相差很遠 今天AH股都有得齊升 而且都是政策支持的股份 看到福萊特玻璃低位 其實都彈了不少 所以光復股 叫不叫做 在政策的護航之下 比起其他急跌的板塊 叫做有得看高一線 好一點 不是說真的很好 但我覺得 都起碼 那個主題上是有的 在市場上也都接受的 如果你說我三十六個半的位置買 現在這個水平怎麼辦呢 我覺得繼續持有著 有機會會試高一點 但我自己傾向去到三十八元左右 想一想 究竟會不會先取消資 吃了壺 始終政策那方面 都是比較飄忽一點 但需求我覺得是有的 你看到車股都已經走上來 變了我覺得都有一個動力 但剛才提及 三十八元鬆一點 就不要拉到太準 去到四十元 始終都是一個關口位 好 在中午收市之前 再談談二動板塊 恆大 中華恆大整個系列 就有壞消息 狼風發展就公佈 說恆大地產拿著股份 被司法凍結 現在市場擔心整個系列的資金鏈 還有他們手上的股份 會不會有些 致押的風險 還有恆大網絡 現在都是繼續停牌 Kitty 是否要小心呢 早幾天買了 那些東西 現在是否要考慮離場 不要拼搏 當然不要拼搏 因為 如果你說早幾天買進去 打算拼搏 都已經是好 都已經有個風險來到了 你說一條直線斜下來 一直都是不斷有負面的消息的話 真的擔心 會不會一陣子 突然停牌 你又不知道 走也走不了 那再見 五十二週就行 所以都是 觀望會比較適合些少 好 恆之中午都要跌553點 謝謝Kitty 和我們的分析 節目時間稍後回來 總結一下上午情況 早視戰報的時間 先看看大使的表現 看到鑑馬尾股要向下 港股這邊反彈兩天之後 今早都要低開272點 之後就越跌越多了 兩萬六這些位置都要失手 林禁中午的時候 看到科技股和港交所 沽壓都大了 某都拖累港股 一度都跌過接近600點 暫時得位去過25721點 最新半日來講 梁恒指要跌553點 暴是25762點的位置 總成交有970億多 梁恒指期負 最新是8月要跌505點 9月跌528點 總成交有65000多張 匯德港股 騰訊跌4%佈472.6 美團跌超8%佈209.2 恆山中國企業要跌2.76 佈93.48 中心國際亦只升3%以外 報27.3 刑賦基金跌2% 報26.3 比亞迪股份升1.1% 報233.6 阿里巴巴跌超過半成 報186.5 隔離汽車升2毫子 報25.7毫半 若明生物跌超過半成 報118.3 友邦保險升1.2毫半 報93.3 看主要藍籌股 兩隻金融股都可以向上 匯豐控股升5千佈42.9毫半 友邦保險升1.2毫半 升幅由1.3%佈93.3 中國移動跌3毫半佈47.9 至於煤氣方面升6千佈12.6毫半 上午的市況我們有嘉賓 Alvin在這裏和大家分析一下 Alvin 你好 Hello 大家好 Alvin 見到港股的反彈力度 都不是很厲害 都似乎保不回之前的裂口位 接下來的8月份的表現 會不會說有些衝勁呢 250天線這些位置的阻力 是不是都相對大一些 是的 其實港股 很多人都問一個問題 究竟見底沒有呢 其實港股現在是不是底 但是不是底買的底 我覺得現在也是的 我們可以先看看 今次來講 講RSI 27號的時候大跌市 而RSI已經跌到23了 即是反映了 其實那個超賣的情況是非常嚴重 但反過來 當這麼超賣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已經醞釀股市的大反彈之後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可以看看 在去年9月25號的時候 當時恒指跌到下23,100 這些位置左右 而當時14天的RSI 就跌到只有26 然後跟著就從次 就開始展開了一個 大概為期五個月左右的一個升浪 然後跟著就升到去 今年的結月18號的高位 講的是 31,000點鬆少少 整個反彈 就由低位 一路大市坐到下 RSI26 嚴重超賣 然後反彈了8,000點 即是大概都34%左右 都是一個挺大的升勢 現在我們看看 恒指跌到現在這個位置 RSI只剩下23 但看到恒指現在的PE 其實只有15.3倍 而預期的市盈率還落到12.3 即是說其實恒指現在這些位置是不貴的 特別個別的股份 我們看看 譬如無論你說 京東、騰訊那些 如果大家看回第一季的業績來講 其實是漂亮的 譬如騰訊那些第一季 講純利 有477億人民幣 增長了65 京東也有36億 增長了200多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未來後市有機會 會反覆慢慢上去250天線的位置 看到隔晚美股那邊創了新高 但是港股這邊就不跟著走勢 看到半天來講都要跌超過500點 立刻都和大家看看 半天有什麼當炒的辦法 看到科網股跌得多的時候 反而晶片股就做得不錯 Alvin 看到那些晶片股是否因為那些監管不跟他們的事 還有有國策的支持 接下來整個行業都會做得不錯 是啊 因為現在大家反過來害怕 就是害怕什麼呢 之前就說中央有很多監管的政策 科網股也好 教育股那些 直接滅頂式的政策 所以大家開始就找回一些 有沒有一些政策是不打壓之餘 甚至乎會扶植他的 會幫助他的呢 其中一個必然的選擇 當然是晶片股 大家都還記得中美貿易戰那時候 開始打貿易戰 接著就打科技戰 搞到一些晶片又說要 中芯國際差點要停產 搞到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中央就需要研發自己的一些芯片 所以中芯國際是其中一隻 就是國家隊扶持著的 所以令到見到 大家覺得 比他來講會有信心 那接下來相信 他那個在國家隊的扶持之下 中央政策會傾斜的情況 有機會接下來中芯國際都會繼續做好的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回 中芯國際如果大家看回那個業績來講 說去年的業績末期增長了204% 其實不差的 我們都見到技術上來講 每次去到大概22元左右 或者穿少少 22元穿少少之後這些位置 跟著開始都會展開一個不錯的反彈 這次也是跌穿了22元之後 跟著就一路彈上去 彈到大概27元 但是去到27元28元那些位置 見到又開始頂住了 所以如果投資者想買的話 可以等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 起碼都落回大概 就是250天線 講到大概23.94那些位置 或以下 跟著才考慮買入都不遲 甚至乎如果有耐性 可以等到22元那些位置 這些位置買相對來說比較穩陣 風險也不太高 中芯國際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看著250天線 就是大概23元這些位置 半天來講都升到3.4% 升9號指暴是27.3的位置 Alvin 市跌得這麼多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怎麼做好 你有沒有什麼提示可以給大家 剛才講到 其實有些個別的股份 中芯國際也好 騰訊 京東 又或者1211比亞迪 我們都看回 比如比亞迪 第一季的業績純利 都有2.3億 增長111% 剛才講的股份 其實全部的業績很漂亮 增長也很高 大家先想一想 不要一聽到打壓 我明白的 一聽到打壓很害怕 很害怕好像教育股一樣 但是大家要明白 今次中央對科網股的打壓 其實力度和教育股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 只要大家冷靜些 先想一想 今次講的打壓 其實對剛才我所講 比如比亞迪、京東、騰訊那些 業績影響有多大 接下來的純利 是否真的出現很毀滅性的影響呢 其實原來大家如果想上一層 可能根本的影響很皮毛 根本就不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不用那麼害怕 我們都可以看回 譬如騰訊這樣說 現在的PE 大概23倍 而一隻股王 一隻科網股 增長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PE只有20多倍 其實低到都不是很合理的了 就算你說京東那些更低 只有13.9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真的不是太害怕的 但當然你說是否值得 不知道 回應了 有什麼策略 這樣的情況之下 投資者可以有兩個方案的 第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分段去買 就不要一次過買完 理由就是擔心 一買了之後可能會跌 對嗎 所以分段買 譬如有100元的 先拿20元或者25元出來 先買第一次 它萬一真的再跌 就再買 這樣分段買相對比較穩困 另外 有一個策略就是 投資者很害怕 怕什麼呢 就是會不會 我剛好買那隻 跟跌不跟升 到時股份升了 偏偏你買那隻不升 如果怕這樣的情況 投資者也可以買一些 一籃子的ETF 例如科技股的ETF 或者追蹤著恆生指數的 刑副基金 買這些ETF 一籃子的 就不用怕買那隻 萬一那隻跟不到大樹表現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ETF都可以考慮 按照你這樣說 科力技股來講 是不是真的選擇一些 譬如說ATMXJ 這些龍頭的股份 會比較穩陣一些 是的 我覺得這樣的 最重要是還原基本步 大家先想一想 首先就是說 那些ATMXJ的股份 究竟現在業績行不行 表現行不行 因為到最後 股價升不升到 其實都是一盤生意 看它能否賺到錢 如果我們見到它的業績漂亮 其實是應該支撐到股價上去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你還講到有些新能源車的股份 你就看好比亞迪股份 新能源車方面 我們真的要選一些 真是整車 還是跟新能源汽車相關股 譬如說禁風里葉這些 看到今天都跌了1.3% 這些股份應該怎樣選好呢 其實大家如果見到螢光幕 藍綠就已經分了兩堆 很明顯的 所以如果要買的 當然是買一些汽車股 如果你說汽車銷售的 譬如說中升 或者其他那些 你見到今天是跌的 所以要選的話 都是選一些汽車股份 而當中我比較看好的 就是 當然現在都是電動汽車的天下 所以都會選比亞迪的 明白 見到Alvin 看好一些新能源車相關的股份 見到比亞迪股份 半天來講都升到1.1% 升2.6部 233.6 我都看其他車股的表現 見到長城汽車方面 都升到半城以外 報30冊 Alvin 有沒有持有剛剛講過的股份 沒有持有雙數股份 謝謝你的分析 節目時間較一會 謝謝大家